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報》YouTube頻道時間 由我來自澳洲真必詩 亦有回歸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施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有人問我們什麼時候直播 我們明天是會直播的 預先聲明一下明天直播 即是香港時間 現在改了稍微遲一點 就是12點45分 明天香港時間即是7月15日 12點45分 那就直播了 好 網友留意 多謝各位 多謝 好 其實我們就說一說今節 就是講這個丸仔立陶宛 立陶宛給人印象就是 應該是胡家富威 又自稱是民主國家 有個地方的台灣地區很喜歡黏著他們 因為是西人 盟友 如果操縱一點說 可不可以說立陶宛出名是 衝出來7月15日嗎 一定是 不用操縱 我可以跟他說不是操縱 不是操縱 每次有些 國際事件都忍不住衝出來7月15日 是的 是的 其實呢 這次 立陶宛的加利寧格納風波已經 似乎接近尾聲 昨天 昨天 歐盟委員會就向成員國包括立陶宛發佈了指導性的文件 要求允許俄羅斯的貨物通過鐵路 是運輸中轉過境 歐盟的土地 包括立陶宛 但是 他肯定要取回歐盟的 鐵路可以 但是公路運輸仍然是受到限制的 同日 立陶宛的外交部長記得甚麼名字? 那個很帥的 藍絲貝吉斯 帥哥是一些台妹說的 不是我說 他說 要 遵 這次真是死哆哆的 我們要遵從歐盟委員會的指導意見 一定要 一定要 因為 老實說 他的錢是哪裡來的 那些援助哪裡來的 當然是歐盟 我也說過其實這一年我的 想法是有 變化 我覺得歐洲共同體都很好 但是看到立陶宛這些國家 經常左右住一些政局 而且他是夾你上戰車的 究竟跟這些國家同一個聯盟是否好事 真是很難說 不過我們看到立陶宛外交部 還未說明甚麼時候恢復 鐵路運輸 當然是指 是由俄羅斯本土到加年尼格拉的鐵路運輸 立陶宛國有鐵路公司 立陶宛鐵路 TLG就說 他們仍然在等待當局的指示 俄羅斯外交部就說 取消對鐵路 運輸的限制 符合 常識 這句話挺搞笑的 即是說你沒有常識 但是 他們對於這份指導性文件仍然是有疑問 我們看到 歐盟委員會就已經向 全部成員國發出了指引 就說根據歐盟的措施 俄羅斯的 營運商是 不被允許通過 公路 中間有公路是不行的 只是鐵路是可以的 但是 在不影響 成員國履行制裁義務的情況下 鐵路是不存在類似的禁令的 這個文件也說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有些東西是不可以的 就是禁止俄方 受制裁的軍用和兩用貨物種的技術 這個文件也說 那個成員國 應當按照過去三年 貨物運輸的平均 值的檢查過境量 去看一看 如果發現異常 他們也是會檢查的 如果發現有異常的貨物流動 以及貨物的一些貿易方式又不對勁 也是要小心的 成員國可以採取 歐盟法律規定所 有必須的措施包括在適當情況下 拒絕過境和扣留相關的物品 其實 也好 這個立陶宛很壞 人家歐盟那麼緊張擔心普京大帝動手 他們說不怕 你當然不怕 有人照顧你 撐你 我們看到這份文件 也意味著在持續了幾星期的緊張局勢後 歐盟委員會 決定允許俄羅斯以鐵路營運的方式 輸送受制裁的貨物過境 立陶宛到加利利格拉的俄羅斯飛地 實際上歐盟發佈文件之前 俄方已經放了消息 說其實歐盟和俄羅斯已經對於加利利格拉 貨物過境一時達成協議 俄方對這個文件完全滿意 現在關鍵看歐盟是否可以說服立陶宛 雖然現在他們說會遵守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真是壞 大佬的話都不聽 你說得對 大佬的話都不聽 不過現在他們 歐洲的窮國家 歐盟的窮國家 因為他們支持烏克蘭 因為他們政治正確 聲大 所以現在他們幾岸 包括波蘭也是 是的 立陶宛方面 尚未 說什麼時候會恢復加利利格拉 過境的 班次 不過 他們說一定會忠從歐盟的意見 我相信他們也不會那麼壞吧 很難說 很難說 立陶宛外交部13號 發表聲明說 將遵從歐盟 委員會發佈的指引 不過他們也抱怨 他們就說 為什麼軟化的 那你頂吧 你頂吧 你有沒有錢 沒有 他有叫人家拿就有了 可守身一身 借你全身 真的會 當然會 現在台灣地區也好像沒有那麼 那麼多錢給他們 應該說 都是做個小事而已 你經常身一身 不是來不來 不是半年一夜 我們經常身一身 很不行 你這樣身法 那他們就覺得懶腰 每天都身 身懶腰 其實他們的媒體也抱怨 我們這裏跨大西洋共同體 指北約和歐盟 現在軟化對俄羅斯的立場和制裁政策 但是看法律其實俄羅斯也是沒錯 根據國際法 就算制裁過境 都不能阻礙他們 因為他是非地 對 由於歐盟的文件 涉及軍用的貨物 所以仍然是保持絕對的 禁令 軍用的禁令 我覺得也是無可厚非的 現在你們兩國是打仗 這個聲明亦表態 繼續會檢查俄羅斯過境的貨物 以確保 是不是有些 遺禁品在 火車上 這個也正常 不過這個 立陶宛外交部也沒有指明何時恢復通車 當然立陶宛國有鐵路公司 立陶宛鐵路LTG 就說我們也要看上頭 看看這個藍絲貝吉斯何時叫我們 通車我們才通車 這樣也對,我們聽老闆說 值得一提的就是 歐盟委員會的發言人 Danny Ferry 他通過郵件 告訴立陶宛 怎麼聽 立陶宛媒體聽說 歐盟雖然允許 俄羅斯通過鐵路運輸 是將貨物送到加利尼格 但是 歐盟和俄羅斯 並沒有進行談判或者達成任何協議 歐盟仍然是 協調各個國家 對俄羅斯進行經濟施壓 俄羅斯方面的表態都是比較謹慎 俄羅斯加利尼格勒州政府 就說 將研究歐盟委員會 關於貨物過境規定的措施 之後就做出結論 俄羅斯外交部 也發郵件通知 媒體就說這個決定 其實就是取消了對 鐵路運輸 範圍商品的限制 這個也是現實主義和常識的體驗 即是說這個丸子不現實 又沒有常識 不過 俄羅斯仍然對這份文件的內容有疑問 加利尼格勒州州長阿里漢諾夫 剛剛發了社交媒體說 目前歐盟方面提出的 解決俄羅斯過境 向加利尼格勒 運輸物資的建議 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歐盟在汽車運輸方面 應該做出同樣的決定 他就說加利尼格勒州 將會達成歐盟取消全部 運輸限制的目標 究竟行不行? 行不行 現在這樣的風頭火勢 你說得對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得一上二 暫時應該真的不可以得一上二 你看到 6月23日歐盟說 歐方無意阻礙 俄羅斯和非地加利尼格勒州之間的交通 在德國的支持下 歐盟官員期望和 立陶宛達成協議 為了化解和俄羅斯問題 因為你知道 普京大帝的神經刀來 突然之間 其實立陶宛是很危險的 我也經常說 事實上 因為立陶宛是 這個北約國家 對呀 有聯防機制 但如果普京大帝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轟到整個國家壞了 聯防 你已經那個國家壞了 聯防有什麼用 最多反擊 那你是不是 受得起這個破壞 不要經常說 我就認為 軟仔 有名你叫吧 軟仔 這麼小 怎麼撐得住 但是這個 魯塞達說不害怕 即是他們總統 可能只剩下嘴 說真的只剩下嘴 我們也看到 6月29日的時候 在德國的支持之下 歐盟的官員就期望 和立陶宛達成協議 就是化解和俄羅斯的問題 因為 歐盟很難在堅持延禮制裁的同時 避免和俄羅斯的衝突升級 甚至軍事上可能會很嚴重 不過 面對俄羅斯的嚴重警告和 歐盟的 勸喻 立陶宛之前也挺硬的 他們不單是沒有解除 對俄羅斯非地加利尼格拉的過境限制 反而是決定要加碼的 那麼 大佬也 亮了綠燈 你還怎麼玩的 你還好 那我也經常說 小狗的小狗是否廢得大聲 你的比喻真是一流 那其實 立陶宛海關發言人在7月11日的時候就說 即日起 即是7月11日即日起 立陶宛開始禁止 新一批受 歐盟制裁的 貨物通過 立陶宛境內 之後去加利尼格拉 包括水泥 木材 酒品還有奢侈品 酒品、奢侈品就算是水泥木材 這些真是很嚴重的 你又 很難怪普京大帝發怒 不過這麼說 現在歐盟制裁肯定 就不會全部給你過境 當時立陶宛通訊社 ELTA就說 立陶宛對於加利尼格拉 實施的過境 運輸限制 將要持續到今年秋天 那月不用了 就說今年秋天中旬 結果就不好了 當然歐盟壓到下來 你敢不敢 不聽大佬說 你要多少支援在歐盟 之前我有集節目說過 其實這些東歐國家 都是收入人士 貢獻的當然是德國 雖然你們經常罵 這個德國 但德國事實上真的貢獻很多 不是怎樣做大佬 你以為大佬容易做 是的 有幾個國家付很多錢 德法 還有很發達的荷蘭 荷蘭就是德國倫國 還有比利時 還有就是奧地利 奧地利是中歐 你看看這些國家 其實在世界上 的經濟能力都響當當 難道要你波蘭捷克 現在它就是 難聽說窮親戚太多 有窮有惡 這些 東歐國家 當然 真的是一聲另下 波蘭 因為之前和歐盟撐得行 但是它現在是 撐烏克蘭撐得很厲害 它就有個道德高地 大聲一點 我相信之後會不會繼續被你這樣搞呢 等俄澳戰爭之後又是走回原樣 我們看到立陶宛的前總理現任 歐洲 議會議員 富比劉斯 亦是說 這個爭端 當時可能是要今年秋天舉行的歐洲理事會才能解決 結果現在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搞那麼久了 大哥說話你就麻煩 難聽點說 你吃誰穿誰的 阿芝阿佐摩洛哥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